好,谢谢主席 我现在是不是先请 林次长好不好 林次长还有我们这一个林务局 理局长 还有我们农委会 农委会应该 OK,好 还有我们环保署我们省署长 请问一下各位这个首长 我们政府常常都有很多的经费 去请专家学者基金会 做很多的研究跟报告 像这一次呢 我们卫福部 请求这个美和科技大学 做的有关油品检验的一些问题 其实呈现了一些问题 也许他开始的时候 他希望你做的报告呢 是希望油品检验呢 到底有没有适不适合 现在的检验方式 可是呢 事实上他等采样当中 你发现了一些问题之后 好,像这样的情况啊 在你们各部会委托出去的研究报告当中啊 有没有因为这样子啊 你们就提高了警觉 或者因为这样而发现了一些问题 而去采取了一些怎么样的措施跟方法 你们自己可不可以简单的举一个例来 我们次长 报告委员 就以相关的研究报告里头 如果提到有一些是 我们在市政上有一些不足之处 或者是一些弱点的话呢 那我们就会立刻去改进 就好像我们自然人凭证的那个 那个运算系统有弱点 后来发现有弱点的话 我们就会跟这个立刻去检讨 然后所以我们现在也改变了他的位元 所以说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在 因为你是针对那个题目研究 所以马上做检讨 然后马上做修正吧 这个本来 我意思是说 附加的可能发现了一些问题啊 比如说 这个你们在2012年啊 曾经营建署 今天营建署也有人来吧 营建署也曾经委托过 齐柏林先生呢 制作了一个飞越台湾国家公园 也很慎重的举办了首映会的记者会 那我想了解一下 后来这样一个飞越台湾国家公园 这样一个纪录片 你们产生了怎么大的功能 你们花了多少钱 然后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来 金会的扑获请 我们代署长来回答 对不起代署长 好 包括那个委员 这个空拍的影片 我们目前大概都在 所有的国家公园都有拍摄 都有放映 都有放映 都是在游客中心都有放映 那你们这个只是在所谓的 你们来参观的时候 就十分钟的那个 那个多功能的播放 就这样子而已 当然还有我们也在网 在我们的网站的全部都可以 由所有的国人 或是外国的朋友来点阅 也都OK 那你们现在目前点阅的状况好不好 有没有了解一下 他到底发挥了多少的效益 真的要花不少钱 对 这个片当然其实说真的 那个齐柏林先生在这片 他是其实是亏本的 当然亏本 他是亏本 当然亏本 对 那我们是说真的 在目前为止 给予率还蛮高的 给予率蛮高的 蛮高的 因为这片我们 我们会后可以再拿给你 来 我是不是请一下 来 我们因为今天邀请的学者专家呢 都跟这方面有关 我是不是先来邀请我们台湾生态学会 我们杨国珍杨理事长 杨理事长来 对不起啊 来主席 我邀请一下杨理事长 来杨理事长 杨教授 来 麻烦来 教授我们先来这边好了 教授我是想就教您 像有关于我们政府 像营建署 像林务局 像随土保持 他们都做了很多这方面的记录片 什么的 站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会 你们认为说 应该怎么样协助政府 或者政府在这边 到底钱第一个花的值不值得 第二个就是 这个钱花了下去之后 到底民众了解了什么 你政府定了什么政策 你还要民众了解 民众才愿意配合啊 那这边是否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 好这样子 我长期 就是在从事生态保育方面的研究 我本身是植物生态这个领域的 所以过去一直跟国家公园 跟我们的森林 跟我们的山林呢 有很多的接触 那这样感触最深的是 其实我们的法令非常的多 而且是分在不同的部位在管理 甚至我们的山也因为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高度不同的地方 是有不同的人在管理 但是呢一直嘛就缺乏一个很有效的嘛 一个整合跟一个整理的机制 比如说我们水族保持局就管 就玩水族保持局的 我们的农委会呢是玩农委会的 我们国家公园的嘛就玩国家公园的 那选业署又玩选业署了 那一直的嘛都没办法整合起来 就譬如说以我们现在以离山来说好了 这是我们从过去1982年 这个李登辉刚总统总统的时候就说要处理了 82年就定定了一个嘛 一个叫回收的计划 要到84年就要结束 结果到现在 这个问题还在激烈的上瘾 所谓的增缩或者说缩毁或者抗争这样的细码 我就搞不懂那到底我们的国家 或我们的社会 为什么这样的没有效率 来怎么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让这样的问题遗留到现在 而要用什么 用这样最叫最 最没有水准的不像一个开花中国家 不是一个什么 我们叫什么叫民主社会的国家 那个杨教授我想请教你一个其实最根本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做过行政工作 我大概也可以理解 你这么多的部门 你要叫他做同样一件事情 其实在很多方面来讲 可能真的有他的困难的地方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你站不站着民众的教育 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些不管在哪一个部会 他们也都想把他们部会的执事做好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 显然民众的很多的配合度 他很难以理解 这是我生命古代台人的财产 你什么这些 所以像刚刚讲防灾型的都根啊 这里我这边住了几十代人啊 我也会要存好几代人啊 所以是杨理上我们比较具体的 比较比较正向的一些建议啊 在这一块透过了这样的一个一些这些摄影 这些作品的一个媒介 我们到底有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去 让政府花的这些钱能够让民众更清楚的知道 说所处的环境到底安不安全 他必要去做一些处置 甚至于我们政府有配套的出来给他了之后 他愿意去做配合来做迁移 或者来做不再只是讲我的过去我的未来 只是讲小我而不顾虑到大局大我 我能够理解 譬如说就与我参加过了我们最近的一个全国区计划 这一个实行的公庆会 结果实施了立法院的委员开了一次公庆会 他们也开了四次公庆会 结果这四次公庆会的内容 根本就没有被充分的考虑跟处理 我们什么 现在就公告实施了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这整个运作过程中 应该是什么 就实施的过程之间是蛮粗糙的 并没有时间去沉淀去运作 也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到今天 我就感觉了 我们并不是一个理性在思考事情 那梁教授 我今天不是要互相的咨询什么 而是我其实很深刻的理解到 在我们学者跟政府这边 其实大家很认真很努力 可是仅止于此 我们的民众其实根本不知道 台湾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他家不淹水 他不知道今天雨水对他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他今天没有限水没有水喝 他不知道原来自来水来的这么不容易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一块 我们政府跟学者之间 能够想着什么办法 让我们民众去了解是比较重要的 这是我今天列这个题目 有很重要的一个意义 OK 那这个应该我能够很理解的 譬如说我们很不容易的 有一个齐柏林先生 跟他拍了一部看见台湾 10月1号就什么就要放映了 现在目前正在台湾各地进行什么 适应会 那如果我们今天呢 如果先来看了这部影片以后 我们再来就里面都呈现出来问题 来做讨论的话 那我们会把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 另外一个就说其实真正就刚刚委员所说的 其实我们在宣导的时候 我们在运作的时候 刚刚既然我们各部会之间 就已经很难去整合了 更不用说我们的部会政府跟什么 跟民间之间去整合 等一下我先在多做教几位 那个我们今天请到的教授 我是不是可以请张强毅教授 我在现场吗 来我们张教授 我们谢谢杨理事长 那个张教授 我是不是也针对这样一个题目 因为你们都还在学校 那请请 我现在意思是说 我蛮急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发现政府重使他漏了很多的政策 甚至于立法院修了很多的法 但是在实施下去 就其实一个人权 宪法赋予他的人权 那他的这个自由的一个选择的 民众我们不能说民众不配合 但是民众到底有没有警觉到 他身边的台湾土地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今天做了这么多 今天不是只有齐柏林 各位首长可能这些人 你们不要认识不认识 这可能都是你们曾经委托过的人 像林务局啊农委会啊 我在你们委托很多做很多的记录嘛 那台湾这方面的记录片 政府到底有没有整合起来 来让民众知道 赏心愿望的片子也好 这个记录也有很赏心愿望的 也有让你觉得很残忍的 比如说你国土被破坏成这样 你的临线变成一夕之间就全垮了 全毁了 我想是不是大家都是教育人啊 是不是我们张教授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政府怎么样的一个直接的建议 是 谢谢 首先我想这次的这个会很有意义啊 因为从环境保育的基础呢 来看国土的规划跟国土的利用 所以刚刚谈的这个问题其实是国土利用规划跟环境保育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就是环境教育 那环境教育呢 就是说是我举齐柏林这个例子 其实不只是在国家公园里头播放 除了这个在这个网路上点阅以外呢 齐柏林也在科教馆 曾经做了这个一两个月的宣导 所以我想基本上有兴趣的民众呢 去了那里以后的确是受教很多 那据我了解就是说是我有很多学生 他会带一些他的一些团体到那个科教馆去 就是说登记然后去接受这个环境教育 所以这个是只是齐柏林 齐先生只是他这个摄影这个空拍其中一个部分 就是说是只是这个国家公园或者是认识看见台湾这样一个部分 其实还有其他的单位做了很多的这个片子 那这个片子的宣导呢 我想都会尽应该是都很尽心的 就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顶阅 那到底效果如何 我们现在不晓得 但是我据我了解就是国家公园的这个片子呢 的确是引起比较大的回响 然后加上这个这个现在看见台湾这样 其实啊包括这个像我最近也帮忙在推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罕见霸的这个一部电影 一部摇一手摇滚上月球这样子 其实现在慢慢越来越多的影剧界的我们的 不管是影剧界的或者是我们艺术界的 他的全心全力共同的不再只是去编造一些剧情来拍 他们会希望很忠实记录的一些弱势 或者我们所谓这个田野山林 甚至我们动植物的这些纪录片 其实民众现在是可以接受纪录片 因为现在纪录片很丰富 非常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摄影技术 比如说3D啦比如说现在空拍啦 比较过去进步很多 所以不再只是让你觉得好像很生冷的很无趣的 那其实这个部分民众的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我是不是今天这么多的手掌 让你们站在这个地方 包括我们这些其实花了不少钱的委托 他们去做拍摄去做整理 我们政府怎么样好好的运用这些 比如就有机会让他们去上媒体 有机会怎么样去行销这些 帮他们去行销这些东西 你先从教育民众开始 你的政策才有办法进一步的规划 民众才知道你到底这个国家对我的未来 除了我之外还有我未来的好几代的子孙 另外呢我们也蛮难过的就是说这些人往往在拍的时候 他们要透过网路的募款平台几千块几千块在募集 其实我们政府在这一块也没有去注意到 这些人的辛苦耕耘其实他们不为个人的利害所得 他们其实是为台湾留下记录 我们政府能够为他们做些什么 因为我时间上的关系 我也很希望我们很多委员能够有机会的话呢 这方面能够多救教于我们今天所请的所有的专家学者 以上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